日本无视国内外的反对呼声 不顾国际社会对排海计划的担忧和疑虑 强行排放核污染水入海 民众怒气的背后是对于生命健康 以及生态环境的担忧 那么核污染水离我们究竟有多远 它在海洋当中又会怎样扩散呢 来看报道 日本24号下午启动福岛核污染水排海计划 这一行动彻底激发周边国家乃至全球 对于损害人体健康以及对生态环境的担忧 福岛核污染水离我们到底有多远 2021年清华大学的研究团队 就对福岛核污染水的扩散过程进行了模拟 展现了当中主要放射性物质穿的扩散过程 以中国为例 放射性物质最早会在核污染水排放第240天 出现在台湾东侧海域 之后将迅速覆盖中国东南沿岸海域 并逐渐向东海和渤海扩散 在排放后的第1200天 也就是大约3.3年 污染物扩散到北美西侧海域 而澳大利亚的北部也出现了一部分的污染物 此时几乎整个北太平洋都被污染物覆盖 随后污染物一方面沿着美洲海岸 向南太平洋快速扩散 另一方面也通过澳大利亚北部海域 向印度洋转移 但是不是离福岛越近的地方 污染物浓度就越高呢 其实不是 排放的核污染水主要是向东扩散 甚至中国沿岸海域的污染物浓度 还会低于北美沿岸海域 研究人员选取了日本宫崎 中国上海和美国圣跌哥三个沿海城市 进行模拟对比 最先出现污染物的是宫崎 接着是上海 再然后是圣跌哥 这主要是由他们到福岛的距离所决定 而根据川浓度变化曲线图 可以发现 各区域的污染物浓度在开始时增长比较迅速 但是在后期逐渐趋于平稳 值得关注的是 尽管圣跌哥出现污染物的时间是最晚的 但是在排放后期 它的污染物稳定浓度甚至比宫崎还要高 出现这一现象的原因 是福岛处于南北洋流交汇的地方 所以大部分的污染物 不会沿着陆地边缘迁移 而是随着北太平洋暖流向东扩散 这也就意味着 在核污染水排放的早期 应主要考虑它对亚洲沿岸的影响 但是在后期则需要重点关注 北美沿岸海域的受影响情况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